還有一些槍枝 反正我們還有一些槍枝 反正這個櫃子裡面都是放一些比較不常用到的東西 那目前其實是破亂的 你看就是有點 還有一些槍枝 反正這個櫃子裡面就是放一些比較不常用到的東西 那目前其實是破亂的 就是我把什麼東西都全部亂丟 丟到裡面 反正放的進去就放的進去 有大概的分類 但是還是破亂的 就是沒有整齊的放好啦 那我們今天就要來整理一下 一樣重要 還有一些槍枝 還有一些槍 還有一些槍枝 反正這個櫃子裡面就是放一些比較不常用到的東西 那目前櫃子裡面的東西 已經有大概分類好 但是放的沒有很整齊 其實破亂的 還有一些槍枝 反正這個櫃子裡面就是放一些比較不常用到的東西 那其實有大概分類好 但是都沒有整齊的放好 所以我們今天就整理一下 一樣最終目標是列出我們的 整 還有一些槍枝 反正這個櫃子裡面全部都是放一些我們的器材 不常用到的器材 還有一些槍枝 反正這個櫃子裡面全部都是放一些比較不常用到的器材 那一樣我們最終目標 還有一些槍枝 反正這個櫃子裡面就是放一些比較不常用到的攝影器材 那一樣我們整理房間的最終目標是為了要列出器材單 這樣子別人要跟我出攝影器材的時候才知道我到底有什麼 而不會我什麼都說不出來 好那我們就直接來整理房間囉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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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观看